在云端白板里面 那我们正规的课的东西在这里 如果额外的补充 我把它放到其他补充范例 这边点击 那入门的 我有概分了 入门跟进阶 入门的部分的话 其实有一个题目是 这个自串切割 它这个是什么 它这个问题是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下载下来 这也是 反正就是QA 就是说你遇到什么问题 怎么解决 那它的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呢 它的问题是 希望就是说 这边有很多很多 它是从网路上去批示抓 资料到处存格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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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的话会有HTML HTML 因为它是网页 所以放下来 那就会有头尾 那可是它需要的 并不是这一串东西 而是这一串东西里面的什么 的网址部分 就只有这些 它要把它这样抓过来 有没有 这边也是一样 这个 它要头尾到这边 这一串 然后把它抠到这里来 每一个每一个都这样做 OK 那如何做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想想看 那方法当然也可以用函数 函数的话呢 主要可以用两个函数 一个是mid 一个是fine 可以试试看 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同学 那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第二个问题怎么样 它后来发现说 每一个网页里面 可能像这个是一个网址 这个也是一个网址 这个的话有一个网址 可是再往下看 这个的话有两个以上的网址 所以如果用函数来做的话 会有问题 什么问题 你的一个以上的网址 第二个网址你会抓不到了 怎么办 这时候后来想想 好像函数还是行不通 只能用VBA来处理 那VBA怎么写 其实也不是很困难 但是有点难度 如果你假如不会的话 怎么办呢 只好凸法练钢 不过这种东西 如果凸法练钢的话 不得了 每天你就做这些事情就好 但是如果你会做VBA的话 你可以在旁边加一个按钮 按下去 全部就完成 这差多少 如果你每天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的话 差异太大了吧 对不对 每天按下去 那答案在哪里 其实就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那这边有个程式 弹开来 答案就在这里 有兴趣 最好先不要看 那我已经把它写好了 写好在这边 这边到这边 这个是切所有的 你就把这个程式 复制贴到VBA里面 执行按下去 全部帮你切好了 但是你要懂得怎么样做 你如果不知道贴到哪里的话 那即便给你东西 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执行 OK 所以按部就班来看 那这里面有蛮多 类似相关的範例 我都是把它放在其他补充範例里面 这个都是同学 也许我们如果 讲到类似的题目的时候 我也会把这些题目 顺便讲一下 那当然可以的话 你们回去也可以 稍微把它run一下 有哪些题目 怎么去做 怎么去解决 那我只是提供给各位 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最重要就是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那首先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函数练习 所以云南百版函数练习 你找到文字与资料函数 那相关的这个答案都在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我需要做的是 我希望能够快速的解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